今时财经 点时成经 大家好 我是曾静怡 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通关效应推高香港的股市和楼市 横指两连升 上看23800点 楼价预料也会反弹5% 这是在今年 特斯拉和苹果的市值 从高位到现在各自缩水 将近1万亿美元 美国的大型科技股 俗称FAANG 去年的市值和共蒸发 超过3万亿美元 美国大型科技股 是不是跌落神坛了 美国国务院说 中美外长在元南的通话 为合作奠定基础 至今新闻的分析说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使得美国本身的光伏发电量 去年减少了超过两成 我会谈谈就此来看看 美国和中国的科技展焦点 2023年市场第一个交易日 港股就占上2万点之上 星期三连续第二天强势上涨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已经是升穿了 20379点 这个点位俗称是牛熊分界线 或者是250天均线 那么一旦升过之后 今天的涨势非常的凌厉 一路上扬 中场是以最高为收盘 横止收盘上涨3%以上 表现最亮眼的是 恒生科技股 涨幅又4.5% 从wind的数据看起来 有三大概念股板块 涨幅是很明显的 比如说互联网医疗板块 涨幅超过了8% 今日头条系 还有蚂蚁金服系 涨幅又多7%以上 至于A股 表现不易 内地股市今天呈现 互墙深弱的格局 两市成交维持在 7800亿元人民币 北向资金净买入 将近20亿元 从盘面上看起来 房地产股持续强势 造纸股大涨 医药和资源股走弱 上证终止3123点 升0.22% 伸展指11095点 跌0.2% 创业办指数下跌0.9% 港股今天继续表现强势 投资者对内地和港 香港经济复苏的信心加强 推动恒生指数高开 170点之后逐步加强 并且吸引资金加速流入 中场以全天最高位收盘 跌升将近650点 创出去年7月26号以来的新高 科技和内房股涨幅之前 内房指数跌升超过7% 龙湖暴涨将近1成2 哔哩哔哩跌升超过9% 阿里也跌升将近9% 恒生指数收盘 20793点 涨幅3.22% 国际指数升3.39% 恒生科技股指数报 4427点 升幅4.58% 主板成交 1496亿港元 瑞幸看好中资股 今年的表现给予今年恒指 MSCI中国指数 还有互生300指数的目标 分别是23800点 78还有4700点 比现价潜在升幅 都有18%到20%的升幅 瑞幸认为 内地政策对股市变得更有利 预计内地会增加财政开支 实行降准减息等更宽松的货币政策 勿求刺激增长 市场现在看到气氛在活络的时候 IPO也会跟着上来 展望今年的港股前景 我们从市场的综合分析看起来 变马为中国预计 港股香港今年会继续成为 企业首选的上市之地 那么今年全年 集资预料会高达1800亿元 全球还是处在滞胀的阴霾当中 如果要炒经济重启 哪一个市场最好呢 信报习广司的分析说 唯独那就是中国了 主要是央行们还在加息 主要是应对通货膨胀 所以目前内地百费代薪 所以也成为投资乐土 最好的一个从低处反弹的一个焦点 而星岛的社评这么说 资金看好港股 但是要慎防美国和欧洲衰退 这只灰犀牛 说从港股第一个交易 看起来上涨 那么第一天的成交量 成交和第一个月的成交 被认为是一月效应 但是这些都只是一个比喻 不见得是必然全年都会上涨 大家不是只要看这个数据而已 更重要是要看今年全年 还有哪些可能会对市场 带来影响的一些 不可见的不确定性的 我来分析 最后这两篇文章的标题 非常有意思 说那个欧美都是智障的阴霾 然后这个重启概念 是独家看好中国 对吧 那么另外也谈到这个香港的H股 股市今天哗就上来了 我们就得看这段时间 特别是从去年12月底 到现在这两个星期 西方的媒体 包括为了凸显政治正确 向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 格尔基耶娃 他们就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帮着西方媒体 去攻击中国经济 比如说今天还有人说了 苹果那个市值跌了1万亿美元 从3万亿现在跌到2万亿美元以下了 那么今年苹果最大的 不确定性是什么 是中国的新冠疫情 这都过了 您还在新冠疫情 然后另外呢 格尔基耶娃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确 就咱们前天分析的 那他就说呢 未来几个月中国经济会很差 然后会拖累全球的经济 然后这样呢 结果大家就引用他的话 来对中国的政策展开批评 但是呢实际的情况 就是我们看到在元旦 这个小成家 这个消费刷就上来 所以我自己预计 就是中国经济的反弹 特别是消费和服务业的反弹 比喻起来要来得快 而且来得猛 就是现在凡是有好的地方 比如说5A级的景区 还有呢这个南边度假的 因为很多人这个 在阳坑之后 他要找那个好的地方度假 所以从线 应该说从12月底之前 那个星期到春节 哪怕是元孝节以后 整个海南可能是堆满了人 海南那个经济 可能会忘得一塌糊涂 但可能也包括西川管纳 所以呢 从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 金融市场这帮人 他提前下手 这就出现了在H股的这个看门红 而且呢 大家看门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就出现刚才 无论是星岛的社评 还是西广司的文章 就已经看到了 他反映出这个投资者呢 要比所谓这些政治正确的评论 要先行一步 谢谢文辉 如果说从市场目前看 中国的经济 在今年一季都要怎么动起来 那么很多的经济学家 都已经提过建议 那就是在财政刺激的同时 发消费券给民众 可以增加消费的动力和信心 对于香港来说 憧憬通关这个事情 不仅带动了这两天的香港股市 也使得香港的楼市 今年预计大概会有5%的升幅 这是目前我们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预计 那么整体看起来 香港本身自己的动力 也是全体在赏扬的 香港在审慎当中 憧憬通关 并且迎接这个口岸的开放 那么媒体认为说 这个落马州 可能在口岸当中 是会先通关的 而罗湖口岸还有高铁 暂时不会放开 估计每一天的通关名额 在3万到5万 网上申请先得 先申请 那么先到先得 来自于这个楼市方面的 估计会是怎么样呢 花旗预料香港的楼价 在今年会有U型反弹 今年会升5% 除了这样的预计之外 当然也是跟内地通关效应 有关系的 据说新盘的启动 已经开始启动了 连续录得好几个 大首课的扫货 新岛日报说 在今年前三天 光是有多宗的大额成交 就已经出现了 像是信和和中电集团 合作发展的和文田 一个豪宅 已经在昨天一天 连续估三伙套现 超过2.76亿 横积在望角一个楼盘 也是以本地家族加码购货 买了九九火 合计的七千五百万 另外华润置地 还有保险 保险之业合作发展 起的一块楼盘 也是以超过1.87亿 连股凉火 大首克扫货 在零售方面会是如何 瑞银说香港的零售 在明年应该回到 2019年的水平 是到如何 取决于通关的规模 瑞银投资银行 香港策略师陈志丽表示 今年香港的零售世道 存在不少的隐忧 包括汇率偏强 还有内地海南岛免税的竞争 都会削弱内地访游客 到香港的消费力 所以香港在憧憬 零售业回来的时候 也是会挑战的 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 香港正在稳步复长 今年将是香港 全速增强发展动能的一年 会大力推动国际盛事 在香港举行 包括今年11月 会举办规模 与上一次更大的 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他这个月 也会到瑞士达沃斯 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今年也会出访 欧洲和东盟招商引资 同时鼓励 贸发局 旅发局 还有各个商会 组织活动和外访 说好香港故事 香港经历三年疫情 走到了复长之路 又跟内地通关 所以现在大家憧憬的 就是航空业 民航住处长校廖志颖就说 香港现在已经做好了 很多的准备 并且会积极的参与 国际民航组织的会议等等 其中香港的 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得天驼后 疫情虽然是稍微打乱 发展步伐 但是机场的工作人员 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迎接全世界访客 到香港的回归 正因为这个旅游业 会来越来越热 所以到香港旅游人 也是需要 比如说内地游客 要换人民币 或者是从美金 换成人民币 现在在这样一个 出游过程当中 现在据说人民币 也是大受欢迎的 在按价收盘 今天上升 225个接点报 6.8825 这样的一个换汇 可能会持续到 春节长假期 和这个月底 股市表现 刚刚已经谈到了 港股和A股 亚太区股市 日本股市在新年 第一个交易日 大幅度下跌 1.45% 主要是因为 日云汇价强势 压抑了市场的情绪 今天日本股市 失守2万6000点关口 韩国收入股市攀升1.68% 台湾股市 轻微下跌0.18% 准时受到美国股市 在今年第一个交易日 开盘的时候 轻微的上涨 但是收盘的时候 是下跌的 美股在今年第一个交易日 高开低走 三大股指全线下跌 领跌的是 特斯拉 还有苹果的股价 我们来看 特斯拉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2023年1月3日 星期二 美国股市下滑 拉开了新颖的交易序幕 受到特斯拉 还有苹果公司等 原本是投资者 新来的股票 走地拖累 特斯拉 股价大幅度波动 收盘的时候 下跌15.08美元 跌幅由12.2% 到了108.1美元 根据 Dow Jones的数字显示 这是2020年 9月8号以来 特斯拉最大单日的跌幅 这家电动汽车制造箱 并没有达到 2022年的交付目标 所以他们的股票在去年遭遇 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年 下跌了65% 特斯拉引领华尔街走低 今年开局并不乐观 其实今年 他们全年交付量有131万辆 第四季交付量也有40.52万辆 是记录的新高 但是差过市场预期的42.07万辆 所以股价下跌 特斯拉在今年第一个交易收盘下跌 超过12% 如果说算从2021年11月股价 见顶以来到现在市值 已经蒸发超过了9500亿美元 现在只剩下3414亿美元 他的问题不只是特斯拉 这个马斯克的问题 不只是特斯拉股价下跌 他在购入推特之后 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目前还有个官司 也就是他在2018年 在推特上面发表说有资金保障 可以将特斯拉私有化 这个案子已经展开了诉讼 特斯拉的法律团队 12月19号向PIF的负责人 阿勒鲁梅扬的办公室管理员 送达了诉讼的文件 那么这个阿勒鲁梅扬 他不是一般的人 除了是PIF的负责人之外 也是沙特阿美董事长 这个跟沙特的资金是有关系的 那么在推特有关方面 推特说计划扩大允许投放的 政治广告范围 原本在2019年 他们是禁止大部分 这类广告的投放 但是现在放开了 不过政治广告 只占推特整体广告收入的一部分 推特现在确实是缺钱了 他们在旧金山一间办公室的房东 起诉他们公司 没有支付13万6千多美元的房租 推特 马斯克 特斯拉 这是美国市场当中 非常重要的企业 尤其特斯拉 是全世界最重要最大的一个电动汽车公司 而全世界最大型的智能手机企业 那就是苹果 他们的市值高位在3万亿左右 现在跌穿了2万亿美元的市值 苹果公司新生的收盘市值是21个多月以来 第一次流破2万亿美元 主要是生产问题 还有消费者需求可持续性的担忧 打击公司股价持续下跌 一年前 这家智能手机巨头的收盘市值 在2022年1月3号触顶 达到2.986万亿美元 现在跌破了2万亿 早些时候 日经新闻的报告暗示 苹果遭遇需求挑战 而他们也引述向日之时说 苹果公司已经告诉一些供应商 第一季度减少 AirPods Apple Watch 还有MacBook 电脑的元器件的生产需求下跌 还有供应的担忧 都使得苹果今年 能不能股价继续上扬 是市场一个关注的焦点 我们从刚刚的新闻可以看到 2022年美国的大型科技股 遭到很大的挑战 下一节新闻还会继续看 这个挑战已经使得FAANG 这五家被称为是美国大型科技股 代表的公司市值合起来 已经跌3万亿美元以上 待会儿见 新闻 歡迎回到《金時財經》 上一節我們談到了 特斯拉還有蘋果股票 這兩家公司的市值 從高位到現在已經跌 各自將近有1萬億美元 如果再看 被稱為是美國科技股的 這個代表FAANG 這五家公司在去年的市值跌 超過了3萬億美元以上 如果再縮窄範圍來看一下 像是Meta還有谷歌 他們的廣告 數字廣告的市價率在下跌 誰上來呢 TikTok是其中一部分 華爾街日報說 谷歌和Meta的數字廣告市場 主導地位在下降 因為TikTok還有流媒體服務崛起 線上廣告領域兩大巨頭 將近10年來第一次不再拿下 大部分的美國數字廣告支出 印的人士說 這個下降趨勢 會在未來幾年保持下去 數字引用的是研究公司 Insider Intelligence的估計 也就是Alphabet 就是谷歌旗下的這個谷歌 還有Facebook的某公司Meta 他們合計拿下了48.4%的去年 美國廣告支出 這是第一次跌到50%以下 這個市佔率在今年還會降到44.9% 隨著這樣的一個下降 TikTok的美國數字廣告市佔率 在去年上升超過一倍 雖然只有2% 但是預計今年會增到2.5% 亞馬遜從今年會到12.4% 去年11.7% 所以此消比漲 還有一個報導說 美國科技界正在以疫情爆發以來的 最快速度裁員 來自於Layoff的網站的估計 不景氣的科技行業雇主們 在去年總共裁撤了超過15萬個工作崗位 如果說是去年的話 全年裁員1.5萬元 而2020年3到12月份 疫情爆發的那一年 科技行業總計裁員大約18萬人 在這樣的裁員風潮的同時 去年美國大型科技股跌落神壇 FAANG市值蒸發3萬億美元以上 主要是美聯儲加息 通脹上升 所以防禦型的股票和能源股 反倒是受到投資者的青睞 臉書 德姆公司Meta 去年大跌64% Netflix的股價大跌51% 加3是FAANG股票下跌27% FAANG股票的市值總計蒸發了 超過3萬億美元 拖累更廣泛的股票市場 那麼彪虎白指數全年下跌19% 創下08年金融危機以來 最糟糕的年度表現 我會馬上來分析 是美國科技股表現不佳 深層的原因就應在哪裡 先看表層的 就是原來錢太多 投資未來 因為你能代表未來吧 把這故事 人設 小扎 扎克伯格 特斯拉 怎麼怎麼樣 對吧 然後錢沒有了 就得看你到底有什麼業績 然後這個時候正好 這個新冠疫情接近結束 恢復線下的消費和服務 那就發現了你拿不出新的產品 拿不出你原來預期給人家的東西 典型就是元宇宙 還有特斯拉的這個自動駕駛 但是更深層次的人 現在其實美國 這些所謂的這個財經分析 實際上還犯一個錯誤 他們把這個東西歸咎於中國 說蘋果不行 為什麼 是因為在鄭州的供應生產出問題來 其實是需求不行 那特斯拉呢 是中國在上海的團隊 到了德州那邊來幫它完善 這樣反而是讓馬斯克他高興了 他不用睡在車間裡邊 當年搞這個貓斗山 他睡好幾個月在生產線上 他現在不用了 中國這個團隊幫他來搞定 但是還有一個最深層次的原因 就是美國搞這個科技脫鉤 其實你看所有這些科技公司 他們是吃全球化的 無論是資金還是技術還是人才 就是全球化在這個頂端當中 其他人做各種分工 包括台積電他生產芯片 那麼你們幹什麼 你們就做最頂端的那一塊 然後往上不停地去提升技術 現在你把它切斷了 切斷之後就得各自為政 所以未來各自為政就體現為 你在各自為政的情況底下 能不能夠取得技術突破 比如說現在大家看來看去 今年可能有突破的 就叫深層式的 就自動它會畫畫的那些AI 人工智能 自動會譜取 自動會跟你對談的 但那個也是剛剛起步 那現在我們其實看到 中國也是另起爐灶 它搞一套漢字系統的 完全獨立與代碼的 所以可能未來全世界都會這麼搞 那你就吃不到全世界最肥這一塊 你怎麼去做技術進步 所以回歸於本源 那就是中美要合作 中美外長在元旦 展開了電話通話 對於這方面是這個秦剛 一方面是向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道別 一方面是希望未來 兩個人繼續保持 工作方面的密切接觸跟合作 對於這樣的一個 中美兩國外長的通話 美國國務院在3號就表示 兩個人的通話代表著 未來兩個人的合作關係 要奠定更深的基礎 所以 而不是關注誰在某個位置 我們要關注如何能擁有 這個廣角的相關聯繫 在世界上最正確的相關聯繫 正確的相關聯繫 這不僅僅是在我們的意義 而是世界上的一切 我們也希望的一切 在回答我們記者訪提問的時候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 不論誰擔任中國政府 什麼樣的職位 美國的對華政策 都是基於美國的利益 以及以競爭為主 同時又必須合作的 中美關係基礎之上 美國國務院金布林肯 什麼時候會到訪中國 落實中美兩國元首G20會議的共識 美國國務院現在相關的官員透露 說預計會在今年2月份展開 布林肯上任以來 第一次的中國訪問之行 美國對中國進出相關產品的限制 對美國自身帶來了影響 當然對中國的企業 也帶來影響 分別是對於華為有影響 但是華為自身的能力也在提升 另外就是對於美國的光伏的產量 或者是這一個發電量來說 帶來更深層的影響 就是減量20%以上 日經新聞兩篇分析 值得來看一下說 美國2022年的光伏發電 新增導入量 按顧算看起來比去年減少23% 比上一年減少23% 降到大約是1860萬千瓦 則是受到美國對中國制裁的影響 供應鏈斷裂 難以採購光伏電池板 用歸零部件等等的中國產品 美國光伏發電零部件對中國的依賴度高 而拜登政府現在促進國內投資 當然是緩不積極的 另外他們分析是拆解華為5G小型的基站 說美國零件已經降到了1% 基本上是基本上看不到了 他們發現中國國產零部件 在成本當中就是佔到55% 這是對華為5G的小型基站進行了拆解 這個比例比原來的大型基站高出7個百分點 另外就是美國零部件在大型基站當中的 佔比是27% 這次拆解小型基站的佔比只有1% 華為更多的不管是在零部件 用的是更多自己生產的或者是國產的 包括半導體也都是這樣的一個 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中國自己提升上來 我們最後來談的就是從光伏到華為的5G基站 看中美科技站的焦點 這個科技站我想它可能比預期的出結果 還來得快 根本不用等到 美國它所謂的這個芯片法案 還有清潔能源法案補填那麼多 到了5年甚至2020年代後期 不需要等到的 從華為的情況來看 確實是非常爭氣 就是這個小型基站 基本上原來美國的比重 就是美國的價值比重是超過一半 就是說中國零本市占55% 那現在就是我們在下降了這個過程 對就美國那個下降到1%了 對 那就出現我們剛才 談美國這個高科技公司的問題 美國本來在全球化體積當中 你是拿了最肥那一塊 而且有不同的資源 比如說資本市場非常看好你 講未來的故事 然後還有各國的留學生 包括中國留學生也在裡面工作 你現在都不讓他在裡面工作了 動不動是國際安全 又怕人家拿了這個技術 然後特朗普到拜登 都開始在抓所謂的這個科技人員 包括加拿大現在都在幹這個事情 那麼一旦就是中國這樣 它擺脫了你的依賴 你就會發現了這個真賣成了白菜價 一個小型基站賣多少錢 160美元 一個基站 想想看 它是可以在一公里範圍以內 掛上就可以用了 然後你一個蘋果手機 賣多少錢 賣1000美元 所以未來會發現 那些跟中國友好 或者是跟中國中立的國家 鋪天蓋地都是華為這些基站 最後就採1% 而且很快就是大型基站 就是跟5G相關的 現在就是你用另外的半導體材料 就可能達到更好的這個功效比 還有我們看到像光伏這個產品 中國也是有一點點對外人依賴 但是基本上是獨步天下 那最後美國就制裁了一個寂寞 就咱們說的 它本來是想通過大基 在新疆出產的這個多金龜等等來 因為它是個有罪推定 你說你提供不了這個文件 我就給你扣下來 扣一堆在那個地方 扣了大概1億多美元 那現在最後是自己自食惡果 為什麼呢 就是你這個太陽能的這些大型的 家裡面的還好 就大型那些它需要很多零部件 零部件進不來之後呢 你可能整個這個光伏的廠 就不能夠很好的像以前那麼運作 這就出現了它整個光伏 那個輸出的電被接收的 少了20% 那這個和拜登政府要做的 搞清潔能源完全是兩回事 好了那麼說 美國是不是可以補貼的生產 可以但是成本要比中國貴的多 最後就變成美國把自己給鼓勵起來 謝謝 我們再補充一下這個具體的內容 就是說他們的拆解發現 中國國產零部件在華為5G 小型機站中的成品當中 已經上升到了55% 而美國零部件在大型機站當中的 占比是27% 這一次拆解的小型機站中 美國的占比只有1% 就是中國華為自己 跟國內其他國產企業的合作的結果 感謝收看 我們再會 再次看 零部件事 中國國產